今年是白崇喜將軍120歲名單 中山堂舉辦了紀念特展 而他的兒子也就是知名作家白先勇 就是最佳盜覽員 知名作家白先勇三號下午來到中山堂 和228受難者也是當時大明報的記者 蕭錦文對談當時國民政府來台的狀況 現年87歲的蕭錦文談起當時的慘況 還餘悸有存 因為他差一點就命喪黃泉 今年侍奉白先勇父親白崇喜將軍120歲的名單 他在228事件發生時壽命來台安撫民心 兒子白先勇六十多年後 也希望所有人面對228事件所帶來的教訓 我今天我在想說把歷史還原 我的目標也是要止痛療傷 這個歷史悲劇已經發生了 我們從理解了解這件事情以後 才會產生諒解我想 大家高中生一一講解每張照片的歷史 口述當時的政治脈絡 無非是希望下一代能正視這段白色恐怖時期 UdnTVD明週五 佩如台北報導